《金山国宝》 《金山国宝》 欢迎收看金山国宝 我是主持人赵宗杰 我想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除了他自己创造一些所谓的艺术品之外 比如说像绘画 像雕塑 甚至像很多当代艺术家 那当然啦 这些艺术家也通常会有一些收藏品 那这些收藏品呢 除了他在他创造艺术品过程当中的一些 很主要的思想或者是灵感的来源之外 我想也代表他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跟兴趣 那夏金山夏大师一样 他的收藏品非常非常的多 那从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都有 不管是我们讲的佛像 我们讲的一般的这种宫廷里面的官窑 包罗万象非常的多 在在都可以显示出他对于 艺术的欣赏的这种所谓角度 当然啦 也透过这些收藏呢 我们可以了解到 其实夏老师在画作之余呢 对于国物的这种理解 有很深的见地 比如说像画佛像的人 大概他会收藏的就是佛像 但夏老师他可能还会收藏像 大名嘉靖年间的这个团龙盘 大家可能不知道团龙盘是什么东西 但是在这一集里面呢 透过古董藏家的这个收藏世界里面呢 到底哪些产品是值得收藏 或者值得你去研究 甚至有人会把它来当作投资 团龙盘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它是夏老师很重要的一个收藏 非常的漂亮 它的这个来源呢 是来自于这个嘉靖 大名嘉靖皇帝的官窑 在嘉靖年间 嘉靖皇帝本人 他就是一个修道的人 他对佛道呢 他是非常有见地的 所以在这个团龙盘里面 你可以看到 嘉靖他的整个胸怀 也在这个团龙盘里面 因为龙嘛 代表皇帝啦 九五之尊 那一般在民间收藏的龙 在明代 大概都是三藻金龙 就是他的那个藻是三枝的 那我们可以在夏老师收藏的 这个团龙盘看到 他的龙每一只都是五藻金龙 那五藻就是我们讲九五之尊嘛 皇帝是属于九五之尊 所以敢做五藻金龙的 基本上都是官窑啦 这个团龙盘它的尺寸大概 长约四十公分 宽也大概四十公分 那高六公分 可想而知这个团龙盘的规模 再来就是说嘉靖年间 应该说在皇室里面 会出现盘中有鱼有龙 这样同时出现的画面 其实在嘉靖之前 很多的这种官窑子 大概都是以龙凤为主 鲜少有龙凤以外的这个生物出现 那在盘底大概会有一些花鸟 那在盘上面大概就是以龙凤为主 夏老师收藏这幅团龙盘里面 除了有龙还有就是五藻金龙 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到 就是有山有水 山水之外呢 最重要就是有一支锦鲤 那锦鲤之余呢 在嘉靖的史料记载 锦鲤就代表就是廉洁清白的意思 嘉靖皇帝也是一个希望 政治亲民的一个好官啦 那最后要强调一点就是说 在这个团龙盘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也是中国在陶瓷 艺术成就上面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在嘉靖年间 尤其是嘉靖皇帝 他本人喜欢炼丹嘛 那所以他在很多的用色上面 是比较立体的 会用炼丹的方式 去把这个颜色 匀上去 匀上去的意思就是 一层层的把它画上去 感觉到会比较立体 一般你在看不管是青花尺 又或者是一般的这个 盘 盆 波 碗 诸如此类的收藏品 颜料都是内秤的 都是在陶瓷器里面的 只有像嘉靖皇帝 它的颜料呢 基本上是凸显于外的 这个团龙盘 这个龙的眼睛啊 龙的枣啊 都是涂出的 有些是用矿物质去粘贴出来的 那有些是这个 用一些像我们讲的这个宝石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比较特殊的颜料 非常的漂亮华丽 在明朝时期啊 其实讲究就是低调的奢华 那像团龙盘看起来就是 非常的低调非常的奢华 然后呢 特别能够彰显这个帝王的这个贵气 但是呢 又不会让你感觉到 这个画或者这个盘子里面的一些景色风景啊 超脱 超脱到这个皇室以外的一些描述 非常的道地 在价格方面呢 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让市场去决定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是康熙年金的作品啊 这个也是夏老师非常喜欢的 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很多艺术家 他在收藏一些艺术品的时候 事实上他取材的一些素材啊 可能都来自于他的这个艺术收藏 像这个观世音菩萨 同志的观世音菩萨 他的开脸开得非常的这个祥和 然后饱满 特别是他在同志的部分 还有一点点这个流金的感觉 会让你感觉到非常的尊贵 那在他的这个衣袍上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是在康熙年金特有的 就是说 衣袍开始他的这个整个 用同志的上面呢 开始有一些皱褶 而且这个皱褶呢 非常的自然 你看不出来 远远看还以为是木雕 其实他是同志的 这个非常的困难 在技术上突破了 就是在康熙以前 大概没有这样的技术 以后这样的技术慢慢的衍生出来 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同志的艺术品 非常的细致 就是在康熙那个时代 开始做一些改变 这尊观世音菩萨宝像 它的尺寸呢 长大概是有17公分 那宽大概有22公分 那高大概有55公分 也算是一个小小的 小有规模的一个作品 非常值得收藏 价格当年不菲啦 因为他在很多地方都呈现出 非常尊贵典雅 也能够体现在夏老师某些 观音画作上面的一些 高贵跟慈祥还有接地区 接下来呢 在当代的这个东方艺术的 收藏品当中被炒作的 非常非常的热闹滚滚 就是只要你有收藏东方艺术品 大概一定要收藏一些青花池 否则你不算是个长家 这个收藏品是所谓的 乾隆皇帝用的笔洗 所谓的笔洗就是说 乾隆在画完画或者写完字之后呢 这个毛笔需要洗一下嘛 就用笔洗这个棉 气棉来做这个洗毛笔的一个东西 那非常非常的这个漂亮 为什么它非常漂亮呢 就是说一般的青花池 大概你可以看到上幼 其实就是琉璃兰 加上它本身的这个造型非常的漂亮 还有它的这个幼底本身非常的洁白 一般就是这样子 夏老师有收藏这个乾隆的笔洗呢 它除了一般青花池有的特殊的照相之外呢 它的表面还有纯金 纯金的这个颜料 内压在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影片 有那个金色的纯金的这个材质的一些颜料 内压在里面 远远看有一股皇冠的贵气 这个是在大金乾隆年间制的 洗笔的口径大概有23公分 那高大概也有11公分 不大不小 很适合摆放在这个官家里面 或者是皇帝家里面 或者现在人如果你要做装饰品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摆 那这也表示夏老师书法上面的造语 因为我们我有仔细看了这个乾隆的笔洗 就是它经常是被使用的 在夏老师走之前经常被使用的 也就是说夏老师在走之前 他还是经常在撰写书法 经常在用古法处理他的一些艺术品 你就可以知道夏老师他在书法上面的功力 由此可见一斑 六岁一直到96岁 所以有很多人说夏老师的书法也独具一格 就是说他也没有师从王羲之、赵孟斧都没有 他就是自己制成一格 我想这也是他长年苦练 透过这些器免的协助 让他能够在绘画书法上面 成就高于一般人的这个重要原因之一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还有更精彩的古万的一些收藏的介绍 僧人基本上不可能戴上皇冠 就不可能戴上这个皇帝的顶带 所以可能就以香儒这样皇冠的样态来代表 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得到高僧人 也是在某个领域 也许在法界你可能是个王 来展现你这个佛家思想高僧的一个代表 欢迎回到金山郭宝 我是主持人赵宗杰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夏金山夏大师非常殊胜的一幅他的收藏 叫做白杜姆 我们知道在藏传佛教里面呢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风格跟学派 比如说我们讲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叫做这个喜马拉雅学派 它的造像呢 比较有点类似像我们的这个所谓 敦煌里面那种造像 有点类似 这个是我个人的见解 第二个叫做克什米尔学派 那克什米尔学派呢 它就比较饱满 没有像喜马拉雅学派 那么的这个多变 有那么多种的可能性 那第三个就是尼泊尔学派 那尼泊尔学派在 运用上面呢 它的流进运用就稍微比较少 它的同质 纯同质保持运用比较多 那各个学派有各个学派不同的这种风格 跟它的一个造像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幅 就当下我们看到的这幅是白杜姆 它也是在乾隆年间 由宫廷匠人他们制作的 为什么说宫廷匠人 就是大家可以再看 其实像这样的佛像非常的多 有的是古董 有的是现代做的 那当然夏尔是以它的年纪 那它的收藏当然就是 那个时候它跟大宝法王 跟达埃喇嘛 他们都有一些交集跟交流 所以在文物上面的交流 肯定是古董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它收藏的每一尊佛像 尤其是秘宗 它的底部都会有封顶 可能是石像花 也可能是一块就是黄色的布 然后上面再盖个印 这个就是封顶的动作 里面都有一些设立子 或有一些宝物 那夏尔是它的这个佛像呢 这尊白杜姆呢 比较倾向于就是 虚马阿雅雪派 你看它的这个全身的照相 柔和 然后它的背部呢 它的流金非常的漂亮 当然它是同质的 所以它在前面 你看它前面的这个 所谓的虚米座 它那个底座 非常的扎实 翻过来看的话 它的那个封顶也封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一个石像花 白杜姆本身在秘宗里面来讲 它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就是 在里面你可以看到 就是像牵手牵眼那种 它手上有眼睛 然后这个眉心这边也有眼睛 这有一点牵手牵眼的感觉 加上喜马拉雅学派 有点像敦煌这样的一个风格 它就比较华丽一点 所以看到它的这个珠宝 也比较多一点点 在整个流线上面呢 更是有点像这个天女善化这样的流线 非常的这个殊胜好看 在现在的这个拍卖场所里面 今天可以看到这样的造型的一个古物 非常受到很多长假的喜好 当然这也显现出这个夏老师在 在藏传佛教里面个人的这个修为 那它的这尊白度母 也就是我们讲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照相本身大概有长16公分 宽大概9公尺 高大概23公分 虽然青巧但是看起来非常有分量 因为它也是在千荣年间有宫廷 他们去刻画的去著作的 用铜来著作但是有流金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不简单 那接下来呢 这个它收藏的这尊释迦摩尼佛呢 是在乾隆年间所塑造的 那它是属于流金 当然它就比较属于尼泊尔学派了 释迦摩尼佛的耳朵非常长 就是我们讲有浮相有浮气的那个感觉 这个就是尼泊尔学派重要的一个特征 当然它的这个纯金的这种颜色的使用 让它越发的显得高贵稳重 这个也是尼泊尔学派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当然它没有太多太多的这种肢体语言上面的表现 然后在装饰上面也没有 它基本上就是在它的衣饰上面的雕刻 在虚米座上面的一些这个呈现 看了之后呢很多人会想拥有它 但夏老师告诉我 他看到这幅释迦摩尼佛 他会想拿出来给让大家欣赏 一起分享法喜跟俗胜 尺寸呢它的这个规模大概长有13公分 宽有9公分高有20公分 也是小有规模摆在任何地方 这不仅是一个平安的感觉 也是一种高贵的感觉 其实我们经常在尤其是当下的 知名的欧洲艺术圣地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博物馆 或者是一些富人的家庭里面 都会摆一些中国的佛像 尤其像这种尼泊尔或者是我刚讲的 不管是喜马拉雅或者克什米尔学派 风格这样的佛像摆在家里面 一方面是对东方文化的一种神秘的这种喜好 另一方面也是祈求一种平安吧 第三就是显现家里面的一种窄底的高贵之处 那夏艺术呢 这个收藏是比较近代的 就是在招生年间 其实也就是在应该说是明末清初的 这个叫做六林瑞鸟文香炉 它是一个香炉 如果有仔细收看前面几集金山国宝的人就知道了 夏老师在日本在京都大概有住了两年多的时间 所以他的画里面有一些日本服侍会的风格 我刚刚讲这个招生 其实招生是一个品牌 就是说它是一个家族 到现在还有 它是在大正年间制作的 那这个招生家族其实在日本一直到现在都有在做 做很多的香炉 特别是一些香炉旁边的装饰品也都有 比较为人所熟知的地方就是 它强调的是金跟银是纯的 所以这个香炉你看到它是用纯银打造的 那旁边的龙啊 凤啊 或者一些祥瑞的神兽也可以展现出 除了夏老师他对日本共义匠人非常专心制作一件物品的 这种执着执念的喜好之外 基本上也可以体现在夏老师他的画当中 我们前几集有提到夏老师的话 很多一部分是有一些服饰会的感觉 这也是夏老师在日本期间收藏 那当然他也在那个期间吸收了很多东洋的文化 就是日本的文化也放在他的画里面 所以他的画非常的多元 最后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这个收藏 大明勋德年间制作的 一般推测 因为他的这个氧化跟氢化的这个样态 应该就是在大明勋德年 那他的样态有点像皇冠 这个香炉的样态有点像皇冠 而且是由八个菩萨环绕 那我们知道在明朝开始 就是明清年间 开始这个皇帝会对这个得道的高僧 开始封王 比如说我们熟知的大宝法王 第几代几代 就是从明代开始的 因为明代我们知道家境皇帝 他本身就是一个佛道之人 那在这幅作品当中 就可以体现出 在那个年代 其实皇帝对得道高僧封王 僧人基本上不可能戴上皇冠 就不可能戴上皇帝的顶带 所以可能就以香炉这样 像皇冠的样态来代表 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得道高僧了 也是在某个领域 也许在法界你可能是个王 来展现你这个佛家思想高僧的一个代表 我们讲应该是这个八面菩萨香炉 我自己给他的一个称号 因为基本上目前没有人对这个香炉 有任何的称号 这个香炉非常的稀有 因为能够被皇帝称为王的得道高僧 其实不多 他是纯铜制造的 一直流传到现在 那夏老师也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夏老师在很多 他的地藏王菩萨里面 照相当中 都会有这种香炉的呈现 有时候是顶带 有时候是放在地上 有机会 仔细看夏老师的这个地藏王菩萨 有时候你就可以 这个阴影看到的收藏 跟他的这个画是相对称的 尤其是这个大明宣德年间 做的这个我们讲的八面菩萨香炉 非常的这个稀缺珍贵 他大概的尺寸是大概长有13公分 那宽有8公分 高大概有20到21公分之间 非常的漂亮细致 然后呢也能展现这个佛家 佛法无边的那种境界 我想跟夏老师他的画作呢 还有他本人对画的修行 以画来做修行的那种态度 能够展现无疑 也是我们把它放在最后一件 介绍的这个夏老师收藏的 宝物当中 作为压轴的主要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夏老师的收藏 还有很多很多 下次介绍不完 那我们介绍这些产品 不是为了要拍卖 那也不是为了要这个 我们讲的交易或流通 都不是 只是为了要 让观众朋友了解 就是其实在很多文人 或很多 就是很有成就的一些艺术家 他们都会有一些 创作灵感的来源 可能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也有可能是他一念之间 当然很具象的 也有可能是他的收藏 那我觉得这部分也应该 很隆重的介绍给各位观众 各位好朋友知道 我想在这些都是上百年的 这个文物的表现上面 其实在历史上面 也有一些故事 它的这个呈现跟考究 夏老师都一一透过他的画 来做一些更好的呈现 让看画的人或散画的人 能够理解 有些人文精神还有美学的体现 事实上都饶富意义 这也是夏老师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在收藏这些美好事物当中 他所要展现的另外一面 就是文人雅士的一种 收藏文与再道的精神 然后呢 我们基金会呢 就是所谓的夏天山文化义书基金会 也希望透过这些文物的呈现 加上画作的呈现 一起能够展出 创造更远大更美好的一些艺术愿景 让所有的人能够跟我们一起共享 金山国宝已经进入了尾声 那在这一季呢 感谢各位观众一路的支持 还有制作团队的努力 透过这个节目呢 我们让观众更了解了所谓 中华文化在绘画上面 很精致的传统的工艺 还有夏老师 他在佛像艺术上面的造诣 以及跟全世界的连结 此外呢 我们也透过金山国宝这一季呢 展现了更多夏老师他的作品 甚至他的一些产品 我想包括我在内都收获很多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我是主持人赵宗杰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